西蒙之敬也是 你又陪他瘋你繼續追擊以為有市場 個個割了一隻 好了 其實黃達這棵曬面還有 叫了一個家明 即是黃絲KOL的家明 說五家兩作黑衣服 當然那些藍絲就說五家兩作黑衣服 譬如上港台受訪問 就說他就是黑暴 有些黃絲都說他穿黑衣服 就自己有 我覺得這些都是FF 但不要緊 FF就是FF 最多是對自己身體無一 你無限度幻想都沒什麼傷大瓦 但我就不明白 你不需要找這件事合理化 穆家俊 即是黃絲強調他全身黑衣服 沒有紅色 跟中國舉做比較 怎樣怎樣 連登有人這樣說 先觸動建制派神經 建制派當然按糕無聊 即是說他拆了 不過都是多得黃絲不少加勒回來 好像各打五十大板 第一 以前經常笑人 不要激怒共產黨 現在是不是不要觸動建制派神經 大哥人家要玻璃心 你不是有他玻璃心 遷就他這麼多嗎 是 我都覺得有時候你不需要 一句說話 一件事就無限上綱 譬如 張家朗老爸是退休警察 不等於他自己的藍絲 是不是 即是有些人說 你看他follow the page 跟他老爸立場都未必一樣的 有些人說 當你以前是笑 不要這樣 不要說什麼笑 那些人經常說不要激怒共產黨 你現在 吞掉了 不要觸動建制派神經 他玻璃心這麼多 怎麼照顧他 又是這些各打五十大板 想乘機入圍 又是盡人皆罪 我獨省 誰人都知道 這些 FF不是太好了 誰人都知道 我們稍有常理他都知道 但不等於牧家進這樣做是合理的 而最大的問題 牧家進你都可以抽水 你可以說 他穿黑衣 因為他要悼念 鄭州水災死難者 這些就高明一點 因為沒得證明 就塞把口 塞自己的說話在別人的口上面 但其實 你這番說話跟湯家驊有什麼分別 你不要穿黑衣 穿黑衣 有些人就會 哎呀會心臟病發 見各位怕黑 但是湯家驊都有些人暗寸 暗寸一些藍絲 何必搞到自己湯家驊的水平 喂不是 不是回堂回到這樣啊 黃楊達 即是你看到我心裡不是吧 懂初約嗎 不要觸動建制派的神經 那你以前不要笑人 經常說什麼 不要激怒共產黨 因為他們的玻璃心 你不用說什麼做什麼 他們會壞的 而且如果他跟到網上言論禁足 是這麼貼的 建制派就會搞成這樣 對不對 就算要穩偉入黃絲 雖然我也覺得是不需要FF的 就是不需要大家無限聯想 幻想他黃還是藍 譬如BiuTV的 就一定是黃 那些就一定是藍 不需要了 但也不需要因為這樣 穩偉入 就是你看到 你看到